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新东方官方公众号2月26日发布声明 回应归潮计划 声明称 归潮计划主要针对东方甄选 及新东方文旅等新东方新兴业务发展需要 旨在安置老员工在就业 不涉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该计划并非针对近期发布的 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新东方坚决反对各种借题发挥 歪曲解读的恶意行为 对有关不实言论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2月23日 新东方发布归潮计划的消息曾冲上热搜 西安新东方于2月19日发布归潮计划 必要疫情期间离开的员工回归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欢迎回家 这是新东方在官网上对离职员工发出的热情呼唤 此前董宇辉曾在直播间公开讲 等新东方好的时候 把他们再接回来 我还挺想他们的 董宇辉当场洒泪的情景 令人印象深刻 现如今 新东方的好事后 似乎已经来到了 本次招聘岗位 除素质素养 初高中 智慧学习机等教师岗位外 还增设了文旅主播 文旅直播运营 文旅顾问 文旅短视频运营 视频编导等职位 去年四季度至今 新东方官网介练发布 包括北京 上海 苏州等多个一二线城市 招聘信息 岗位遍布产品研发 文化线路设计 文旅主播 文旅内容主编等多环节 据新东方招聘微信公众号消息 目前 厦门 大连 西安等多地的新东方学校 均在招聘教育及文旅领域岗位 文旅领域岗位 包括文旅管家 文旅直播编导等 天眼查信息显示 近两个月时间内 新东方文旅已在成都 西安 乌鲁木齐 贵阳等多地 成立新公司 2023年初 新东方也发布了 2023归潮计划 面向新东方离职员工 释放超过1500余个岗位 新东方校友课堂小程序内 还为其提供500余门内部培训课程资源 实际上 早在2022年8月 即在东方甄选报活两个月后 新东方便开始发布归潮计划 据彼时的岗位邀请海报显示 当时主要招聘岗位 包括主播 新东方直播间 品牌公关 销售运营等 和教育培训相关的岗位 则有高中全日制项目总监等 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的归潮计划中心 增了文旅主播等岗位 主要由于 自2023年以来 文旅市场不断回温 新东方文旅 面临快速组建团队 拓展业务的新局面